北美洲的地形 我們來看一下 北美洲的地形有沒有 北美洲的地形的話我們再記幾個啦 直接看課本的圖上面就好了 來首先它分成左中右 可以齁 分左中右 來左邊的話是以這個 洛基山脈為主 可以吧 左邊是以洛基山脈為主 那中間的話呢 同學 地形是以這個 北美大平原為主 那右邊的話呢有兩塊地形 比較靠南方的有沒有 是這個阿帕拉契山脈 跟這個 比較上面的是拉布拉多高原 所以如果我們今天做一個剖面圖 你幫我畫在底下 來做一個剖面圖的話 有沒有 它大概會長這樣子 大概長這樣 這邊是山 平原地 丘陵跟什麼 丘陵跟高原 就是分成這個 左 中 右 可以齁 我們要記得是陳陰 可以吧 要記得是陳陰 左邊是高山 中間是平原地 右邊是這個 丘陵地跟這個 高原 好那 來我們來看一下底下 來底下這個地方有沒有 同學 來洛基山脈 北美大平原跟什麼 跟這個 阿帕契山脈 還有這個 拉布拉多高原 左邊的話 同學請你記得 左邊跟這個 板塊有關係 可以吧 所以很多地震啊 你知道看到板塊有沒有 有沒有 同學多口山 多立正 多溫泉 少礦 可以齁 左半邊 那這邊可以延伸出來的考題有沒有 像課本的圖片 比如說一下黃石國家公園 好那個看地熱啊 好看間歇犬的那個 好在左邊 那中間的話呢 那個北美大平原啊 同學它 有一個特色是它 比較空礦 所以空礦的話呢 等等會提到 就比較容易出現 比如說在季節轉換的時候 有出現很準風 好 那北部受冰河侵蝕 這個 多冰石地形 這個主要是記第二點 好你要記得是第二點 對那 它的北半部是那個冰石平原 好 但是這個國中應該有點超出範圍 就是 你會覺得說 青石怎麼會有平原呢 好 那其實冰河作用的話會有 高中會提到 可以好 但沒關係你就記冰河就好了 好 就是受冰河地形的影響 那南部的話呢 就是什麼 這個河流沖擊 好 這條河流叫密西施比河 或叫密西西比河 OK翻譯問題 好 那右邊的阿帕拉契山脈的話 通常就記古老路快 所以它的什麼 礦產非常非常的多 那等等會提到產業發展喔 產業發展的東西 這個地方就直接做比較就好了 好不好 好 左半邊比較少礦嘛 右半邊比較多礦嘛 所以如果真的講到工業發展的話呢 呃 右半邊的這個工業發展 一定會涉及到礦產比較多的一些內容 好 就是說一些礦產的產業啊 比如說我需要大量礦產的 它可能就集中在東半部 對那如果那些比較不需要礦產的 那可能就在左半部 好 像這邊的話 五大湖區那邊不是有什麼 這個鋼鐵嗎 好 有鋼啊 有鐵啊 對 有煤啊 那些可以發展重工業 那如果是左半邊的話呢 它可能沒有那麼多資源 但它有技術 好 比如說會有這個高科技業 或那個電影工業 或講飛機工業 OK 好 那這個等等都會提到 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